你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三局啊 发现双方这个打球都有一个特点 开球容易露右下方底带 哎 这干就没打劲了 有没有露球露了 左下方底带露了 这肯定是要打的 好球 通常才打进 这些篮球这些黄球都是没问题的 现在黄球了 黄球是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这一裤下来 彩球 走多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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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3 3 3 4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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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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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就到位了 右下方抵袋 推下来 叫到黑球 黑球左边通道是完全开放的 两颗抵袋通道都是开放的 好 左下方抵袋还可以带吃一颗 16 这颗黑球是不是有一点点向上啊 可以下低竿直接登起来 叫球队最左下方这一颗 好球直接带开球队了 小伙子不走群伤路 左下底还是有一点点后思诺抬高手架 那球形比不带球队更简单一点啊 两个人打的球还是很有观赏性的 毕竟 进攻型球员嘛 容易打出华丽的干法 看看右边中带吧 这个地区 好续上了自己的进攻还是上去调低分值 黄球 黄球 黄球有向下角度 低竿一酷 要最右边的这颗红球 这颗红球 这颗红球 稍微一点向上的角度 还是一酷起来调篮球 篮球给到K球角度漂亮 再来适当的带一下球队 这颗红球队 这颗带球队很关键了 直接去单叫 单叫球队最右下方的这一颗 这颗打掉以后还有一颗可以单下的 拨击 低竿登起来 好再吃一颗 再吃一颗这样的话就必须留K球线路了 拨击了 好 向上继续要篮球 范正一今天的控球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能把自己的失误率降下来 那 范正一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失误率降下来就有和前十六摆一摆手腕的一个这个资格了 目前范正一是排在第31位 痛点就是在于自己的这个 简单球失误 发挥不稳定 嗯 登起来 继续调篮球 他是想要直接把球队单拆开拆到超分吗 篮球打近的话再打一颗红球就能超分的 就是来单拆不K 确实K球的话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 而这个球形他是中间的一点一点就拆开了 好球超分了 领先62台面59分 这局要拿下 再打一颗家里就不上来了 看看有没有百分干吧 到目前为止两局谁也没打出来百分干 家里有一干五十家 奔着这是百分干来了 七十一分 三十五 好 还是两裤绕上来 调篮球 调篮球 调粉球 粉球有下球 去顾起来要中弹 三四 直接要顶带了 好球 超分以后果然是容易打出这种 精彩进球 非常准的一个 这就没啥难度了 这就没啥难度了 定点清台 来 一裤叫到黄球 很到位了 94 哎呦 这一杆 出现了问题 绿球没打进 单杆96分 二比一 算正一领先一局 这非能试证 来 来了